大家都知道核氏有多恐怖 核氏當然是不能用的核電廠 這當然是不用說 剛才說是三個老鼠 人家說你一直在罵三個老鼠核電 那就用新的不是很好嗎 然後三千億沒用不是很菠菜嗎 其實當然不是 大家知道核電的危險曲線 是一個像馬斯塔爾 是一個浴缸狀 他是最先剛開始的 那個十年是很危險 後來就稍微經過安定一點 就比較不危險 可是經過二十年二十五年以後 又開始高危險期 所以像湖島核一 他就用了四十年就是高危險 所以地震來了 而且他雖然是那種0.6 是台灣的那個核一的兩倍以上 他也是都0.6以上 他也是照樣爆 要爆就爆了 根本6的時候 他不是等海嘯來 日本國會的調查報告 就已經總是海嘯來 是地震的時候 就已經吹風了一些 吹不拉秀 因為他那個 防震的是只有原子儒 人生旁邊的那個管線啊 什麼配管啊 早就機組啊 早就已經亂七八 早就浮射也都卸出來 根本沒辦法救了 然後 那個這個是老朽的 然後 新的乳 你知道三里島才用三個月 那個 車浪才用兩年而已 也不是新的乳 就沒問題 而且就是說 新的乳可能說 用三千億 沒用不是很怕勝嗎 那錯了 可能說你沒用核氏乳 經濟不說會長四成 那真的是見鬼人 因為他發現也只在 就算他用了 他也只有佔六趴 他怎麼可能呢 沒用怎麼可能長四成呢 就是 而且他們是不會算數 怎麼可以當經濟部長 不然我們經濟會這麼慢喔 所以就是 他們連算數都不會算 然後 這是最可笑的是說 事實上 他台電說 他核電是最貧 核電是最貴的 他說是六毛 我說他不是少算一個零 他是少算兩個零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知道 那個 那個 一個爐喔 你要是像核氏喔 你把它燒燒了 就是他們現在想要強行用那個 他現在把那個 核氏公投擱置 等處理擱置起來 可是他另外又用那個 他安檢 安全檢查名義 就開始想要在今年九月 把藥料棒插進去 填弄進去 然後用那個 就是搞試運轉 那一插進去 就走上不歸路了 因為你只要開始試運轉 去燒它喔 就點火了 那樣子的話 它就是變成高汙染爐 你就沒辦法了 你一個爐 你知道要拆一個爐 它就不是處理爐 如果它不是處理爐 被用過以後 它就是高汙染的東西 它要用兩三倍 造爐的時候 兩三倍價格去拆 那像台灣現在有六個爐喔 你知道全世界拆這個爐 已經是造爐時候兩三倍 而且像法國的那個 超級豪華宣 法國人一直在罵說 原來拆爐要這麼貴 而且你知道全世界的商用爐至今 沒有拆爐成功的 德國有一個爐 它是1970年代 它燒了30年 然後它從90年代開始一直拆 拆了不到30年 它就開始一直拆 拆了十幾年 都沒拆完 是90年末期 它開始拆 拆了十幾年 它拆了七成 那拆了七成 它花的錢 已經是它那個長年 就是它信義時代 就發電的經濟價值 超過早就賠本了 那剩下三成 沒辦法拆是怎樣 就是靠如心的地方 靠如心的地方 它就變成一個高烏覽的 高烏覽的人 根本沒辦法 其實有人說 那個機器人可以拆 放心 機器人會做事很少 我們人還是很聰明的 結果他還是要核定 公賣自己的命去拆 那那個他現在就說 沒辦法拆 三成沒辦法拆 他等五十年後去拆 五十年也是一個假定的數字 就是說假定你五十年後 說不定它那個 膚色污染 沒那麼強 半摔半摔半摔 可能五十年後可以靠近 所以這根本是一個 完全是一個無解的 台灣那個六個乳 已經是台灣經濟最大的不良債權 每次那個核 就是像那個 我剛才說的那個 台電的董事 清大的核工教授 叫做李敏 那個木子裡的敏捷敏 他們還一直在宣傳核 他自己去擁抱好了 既然是寶貝 他去擁抱 他還在公司跟我對變 他在說 我們台灣應該要感謝 那個核電 促成我們的經濟發展 我們經濟發展的那個時期 我們是沒有核電 有核電以後 我們完全不需要那個核電 他根本是鬼扯 我們要是感謝 而且我們長年以來 核電是只有一層 我們要感謝 我們可以感謝藍煤 感謝我們的火力化電廠 感謝石門水庫 根本是鬼扯 他已經變成台灣最大經濟不良載錢 我們將來需要幾兆或幾十兆 還有剛才提到 這個用過的藍藥棒 一萬六千素 根本完全是無解 沒雕法 那大家知道 那個日本有一個很英俊的那個首校 就已經退校了 小泉純伊朗 他那種頭髮這樣白白的 然後又喜歡那個聽歌去 然後吃義大利料理 我覺得那女生都還蠻喜歡這樣 然後結果他就是 他是摘錢 他是非常推進而變的 可是災後 他就主張了用自然人員 然後 認為他都被 常年被核電幫騙了 他就發現原來核電是最貴 最不安全 又最骯髒的 然後 那個 日本的那些核電長家 他們就很緊張 因為他冷靜還是很旺 支持率很高 所以他們就去 就想要去說服他嘛 就是說 他說 我帶你去看 他說 他說最終會不會讓我沒地方處理 你知道他們看過一個片叫做 那一堆引通理體就合理到永遠 那綠盟有在放這個片 大家在網上也看到 他就是在那個 因為他們在芬蘭下面挖了一個六百英尺 挖了一個那種核廢儲存廠 就永久要放進去 可是放進去還是問題很多啊 因為那個一萬年十萬年後 人根本不知道你的那個鞋的元素 這邊很危險 他們可能原來是寶貝就挖掉了對不對 所以 而且你知道 因為芬蘭他們的第一板塊 整個北歐他們是幾十億年都沒有變動 是一個很安穩的板塊 可是台灣啊或是日本啊 都是在東南亞 是一個地層 新增地層非常不穩定的 像日本或是印尼 一下子一爆一下 他就多來一個 稍微一個地殼小遍的東西 要多一個星島出來 你說的都很恐怖 你可能埋在地下 一下子就全部給你爆出來了 所以根本沒地方放 結果小泉就是看了 那些廠家就招待他去芬蘭看 他就回來越看越不行 他說日本沒有這樣的地方 而且你看 他挖到地下 他還只能放一點點 日本現在有一百二十萬克 因為你要弄上去也很不容易 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說你放到銷 日本根本沒有那種地方 所以他就後來一直出來 積極主張要廢核 而且馬上廢核 當沒問題 那也是跟你一樣 跟在台灣 就是說他們就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們就會說 像那個馬英九 他說 你要廢核 你要給我替代 我還想說 這個開玩笑 你的薪水是我們發的 為什麼要 我們要幫你想 你要幫你們想才對啊 就是說替代能源 那其實這是一個騙局 因為核電是不需要替代的 你要知道你看 他只用一層 只有一層而已 發電設備 我們就算是在夏天最熱 下午2點2冷氣 一直在尬的時候 他我們也都是長年 就是那個 我們的發電設備 都是剩兩層到三層 那我們現在廢核完全沒問題 可是我們需要趕快發展綠電 來取代火電 並不是取代核電 核電是不需要取代 包括蔡英文 包括很多人都跟我說 都說 他說沒有替代能源 其實這都是被騙 那你知道現在下台 不是一個叫李弘元 他好像 很有人氣啊 他碰到我 他跟我說 他說 劉璃我從小看你的文章 而且很刺激 他跟我有同事耶 你知道 然後我台大同屆 然後又很生氣 因為他有一次 他就長 他因為他其實基本上 他跟我很多朋友啊 就什麼蘋果組別 他們很好 他私下因為他是內政部長 他計程師就跟他說 台灣三個核電 好像都該在斷層旁 非常危險 他私下都說 台灣核電很危險 我非常恐怖 應該趕快停掉 他自己私下這樣說 可是他公開 他那時候還沒有跟馬英九炒分啊 所以他那時候還在那邊說 他看馬英九是永和 他就在那邊罵我們 他帶我罵一句 所以 他說不要用民粹來反核 大家有沒有記得 可是他這之前說 台灣有一層是用核電 那一定要有替代能源才能夠 他不能只是用情緒去反核 用民粹來反核 他意思是說都是綠的在反核嗎 那我說第一個 不是只有民粹 你看現在那個 麻毛或是很多人來民 國民黨也有人像金手中 那個時候是反核 他後來都不敢說 我說也不是 第二個最要錯誤 你既然知道只有一層 那根本是不需要替代 那是一個騙局 我們替代是要替代火電 不是替代核電 所以我們應該趕快發展那個綠電 那我最生氣 我實在是很不甘願 是因為說 台灣是最應該從福島核災記取教訓 可是台灣是最沒有從福島核災記取教訓 因為台灣呢 就是說 在災後 我們的綠電實質零成長 永遠只有2% 你們相信這種東西嗎 居然都一直沒有成長 你知道連大陸在災後 他們趕快把內陸的那個核電廠都關掉 你看到福島就知道 他就算是用他的河水 進去把他那個冷卻的話 那排出來的水是輻射水 那可是因為 大陸整條河他們也要有人 那些內陸的淡水河 都是人在吃的 你看整個條吃 吃用洗用 全都要靠那個水 他們趕快把內陸關掉 他們發展那個太陽能跟風力 那風力他們現在已經比美國高 是世界最高 就是說 現在那個一直在變動 就前年他們是世界最多 他們連大陸那種地方 他們都這樣子發 那日本在災後 他們也是接著要上台以前 他就把那個再生能源法稍微改一下 所以就變得很容易去收購 所以日本人就投資 他這一年來 日本就多了你知道 多了六個爐的份 然後半單九州 為什麼說九州呢 九州因為跟台灣的面積差不多大 他九州就多了四個爐的份 你看台灣什麼都不錯 那日本有一個專家叫做飯田遮業 他就有 我也去把問問他 他就說台灣的那個 綠電條件比日本好太多 像我們的日照的時間的強度 什麼 都比德國或日本強很多 我們的地類也一樣很厲害 然後我們也是島國 所以我們的那個就是彌岸 離岸風力 因為台灣人可不要密集 你要是靠太近的話 所以就是會有噪音等等 會發生很多跟居民的衝突 我從來沒有去主張說要在岸上風力 我從來一次沒主張 可是台灣的那個那個網頁 所以我主張風力發點點 你看那個不是草原那邊的人 在那邊岸身在那 我從來沒有去主張 說你要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去搞風力 一次也沒有 離岸風力就可以了 我們的地類也很厲害 我們太好的也很厲害 然後我有說過 因為台灣你知道用電 他是只有在夏天聊天那個時候 他那個用電出現一個很大疙瘩 就那個時候凸起來 然後夜間用電啊 都是白天的三層以下 就是一半以下 然後像冬天 或是像這種時候 你去看台電 他那個這時候發電設備 大概用不到三層四層 就還有六七五六層都是閒置在那邊 非常多的 就根本完全都不需要用電 最多用電就是夏天的那個 那種春艷哥的疙瘩 那我就說 要是那個疙瘩 你用太陽人光電板來取代的話 我們甚至整個電會又更便宜 雖然那個你去收購 那個太陽光出病有一點貴 那個時候 現在已經很便宜 那我就說這樣子就可以 就是他 台電就回應說 他說 太陽人 太陽人陰天不發電 拜託 他錯了 太陽人陰天也發電 發的比較少 我也沒有叫你在陰天發電 我要叫你在陰天 最兇的時候 去發電就好 那就是表示 太陽人最臥渴的時候 最人化會做到的時候 而且你知道 美國能源局 三天 上個禮拜 他發布了一個聲明說 太陽人的那個發電 他已經低於美國的那個電價 美國電費也是收購 不是那麼貴 然後已經低於電價成本 平均的成本 他變得最便宜 變很便宜 不大不是最便宜 水利發電可能更便宜 那變很便宜 為什麼變很便宜 因為太陽人的化電板 已經比2010年的時候 價格降了三分 降到只有三分之一 然後還有交直流 配電板它已經降到二分之一 這個DOMIVOR 你去看一下就知道 這種消息 他們從來都不告訴你 那孩子在跟你說 像蠻久他去年搞了要 為了核四公投 他搞了一個永核資料 然後帶一大堆記者去核三 那裡面發生事情 他也都不知道 然後那美科西 他還一路一直打壓 然後矮化醜化 綠電 那台電他還搞風 他搞了兩個風車 然後都讓他壞掉 沒有發電 他說你看 綠電就是不行的 這就是他們要說 你看 他們綠電是哪 他說他會發展綠電 綠電是那個 被他們拿去當裝飾品 永遠只有2% 他就是要擺一個花 也應該要多擺幾顆吧 就是他永遠只有2% 所以我覺得很生氣 就是他們怎麼可以 對台灣人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還不只這樣 他們對台灣人做的都是 人對死灶沒做 還有一個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 我想好像國 國姓裡面有參加那個走調團 就是調查 就是福斯特 我昨天才去台中跟蔡志豪 就是那個 台中 中台灣的廢核聯盟 他們一起就 開了一個機子 你知道 他們在台中也是一樣 在這邊可能 你測如果拿那個核子 我來測一樣 你測到的都是核電腦出來 猜測還不知道 因為他裡面有寒色 因為我後來看 他們的新聞搞學得太客氣了 因為他還說有核爆 因為他裡面是 測到的都是 其實他現在知道 我們人獸 和台電或是原會 那台灣人人獸 是一個超標 好幾倍的一個環境 那我現在再寄一個數字 也是跟台灣自己的生命 有攸關的一個數字 就是一年一毫西佛 那什麼叫一年一毫西佛呢 剛才說一百公斤一百 就是每公斤一百倍克 就是低階核廢 那一年一毫西佛呢 這個是說 IAA國際原子人中暑 然後他有一個附屬組織 叫ICRP在管輻射 這個東西 那他們都是永核的那種 居頭的組織 那全世界都基本上 觀影核電視都聽他們 那這個ICRP在2007年 他就根據2005年美國科學研究結果 就是他們承認 輻射不管再低 都會對人體有傷害 那他是沒有安全下限 不像有些那種藥品 什麼東西 他有安全下限 到多少是沒關係 他沒有安全下限 不管多低 都會對人體有影響 可是因為你想有核電便利 你們是有核電的國家 所以你們之號忍受 每年一毫西佛的這個線 就是說隆徐基隆 那任何國家都一定要盡量 把它降到比一更低 賺到零量值盡量減少 那這是ICRP這種融合國家 自己承認的事情 那台灣也是接受這個宣告 我們也是一年一毫西佛 我們也從2007年改成一毫西佛 那可是這個一毫西佛 就是說要他把那個環境的汙染 他放出的輻射汙染 等等 不會超過一毫西佛 可是你在台灣 我在災後就一直鼓勵 大家很多人 在台灣就是拿著那個輻射激浪器 因為災後日本或者是韓國 大家都人手一個 那這是一種輻射激浪 還有很多型 因為這是普及板 是日本在災後開發 那是日本政府核准 所以它是比實際的偏低兩層 那我覺得偏低兩層無所謂 因為算是給政府的service 因為它都是超高好幾倍 那兩層這個不算什麼 所以我就請 就跟包括林瑞珠啊什麼 我就有的朋友啊 或是很多人 包括蔡高偉去年在那個 因為我跟他很好 然後他就在那個309號 然後出來秀 他說你看到處都這麼嚴重 而且那個時候還比較好 這樣每年都越來越嚴重 那都是超標好幾倍 而且都是小 像這次他們那個 就是一個全國民間的 比較小的國興他們有參加 很多人都有參加 那那個是他們測了兩萬四千 而只到處都是超 就是很多地方小學 夜先優先去測小學的 國小校操場啊 或是去測那個 測在你前面 這樣後遠測到 測到0.3 那正常台灣這種地方 衝擊平原應該是 0.04到0.06 才是正常的值 那你看0.3 是超標多少 那你不要說 那我在台灣我從來沒有測 幾乎沒有測過 0.1以下的 幾乎沒有 那我東京的家 他摘前大概是0.03 0.04 可是現在過了一年以後 三年以後 他比較好一點 就變成是0.05 0.06 也都還是蠻OK的值 可是在台北 我從來沒有測過 在台北到處用同樣的機器 你測都比這高好幾倍的 那像我在 從兩家我前年 台北那個大安區的家 兩家的那邊 那我就測到 前年測到 大前年測到 前年測到 前年測到 0.1 然後去年測到 0.12 這次回來就測到 0.19 那其實到處都是這個樣子 都是 什麼0.18 台大的話是 沒下雨的時候 是0.2 下雨還0.3 這非常非常高 是高了好幾倍的 那 古廷國小超小也是0.3 然後很多地區 你去看 那個叫走吊團 你去查他們在全國 有公務 那個國小 那 湘峰園車案前也是0.3 或是很多地方 那甚至那個 他們這次 再次好像就拿了一個 有核種的機器 那就是MAMON 那就是 陳海玲他們出了 50萬去買的 一個機器 然後你才知道說 裡面的核種 裡面有布 有色134 137 那再次還很科技說 這可能也有核爆 核四爆的時候留的 然後加上核電 那完全不是核四爆實在 因為那個 那個色134是 他的半摔期只有兩年多而已 所以你又 色134就表示是核電廠放出來 那為什麼會把台灣搞成這個黃金 而且我們的池米也是一樣 它也是維持在2007年以前 車漏離時代的五毫熄火 那你知道就是一年一毫熄火 台灣是有多少人會死掉的嗎 台灣因為你用核電能售的這個一毫熄火的話 是每兩千萬人齁 每年是一千人會死於揮命 那你聽起來一千人沒什麼 就自癌死亡沒什麼 這是另外的 就是自然癌的死亡以外的一千人 這一千人都是年輕人跟小孩子 因為他們最容易被輻射傷害 小孩子被輻射傷害的那個 那程度是三倍到十倍 所以是非常慘 周邊很多 像我那天去那個 桃園演講 他們有三個小孩子得了血癌的 這些東西就怎麼可能 因為他們是在大溪附近 那個地方河岩所搞了很多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他也輕爆過七次 你要是沒有無射激昂機 你根本不知道已經發生核戰 所以我就不知道台灣最近發生什麼 為什麼我在大安全能量測到0.19 非常非常恐怖 到處還有0.4 台灣中他們在哪裡測也是0.4 就非常非常恐怖 那最恐怖的是清大 清大 我在正大也是測到0.16 我成大也是測到0.17 那我測的最乾淨的是東華大雪 東華大雪它其實是花蓮 它是一個0汙染 沒有人工輻射 0.05 可是我們呢 原來會都說 那是說台灣為什麼會這麼高啊 就是因為有很多岩石地形 花東地區是最岩石地形最多 可是因為它沒有輻射 它就是0.05 那才是正常的 你去看原來會自己寫的都是0.05 可是它已經讓台灣的汙染 是我們隆須積染了好幾倍 所以每年是要好幾千人 是因為我們核電死掉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會放出那麼多輻射劑量 而且我們的食品是370倍克 我們已經在叫它要求至少要改到100倍克 跟國際積水一樣就是 那不是跟那個日本韓國一樣 那他們370倍克是550C活的算法 算出來是370倍克 那而且他們在兩年前 會偷偷要把它改成600倍克 你知道每公斤600倍克 所以日本看比跟河飛來還要張很多 那我就覺得它600倍克 就是因為那一年 剛好台日本 我把它放寬成 就是把從500倍克又改成100倍克 那剛好日本它可以接收 還是怎樣 就有人說不定去避一些別的東西 我們就覺得很懷疑 它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那天他們來解釋說 我們要跟國際接軌 你要跟國際接軌 是怎麼樣 跟中國接軌 因為中央是1000倍克 所以就是說你覺得真的是 他們對台灣人做的是很吐血的事情 那你看要是每年5毫熄火 就死掉的是5000人以上 都是年輕人 小孩 因為你擁有核電 可是政府這件事情 從來沒跟我們解釋過 因為你用核電叫照 就好忍受重 那你知道為什麼會 會有那個核電 就是說核電廠本身就會放出 就是平時也會放出很多輻射物質出來 然後最恐怖的就是 我說他對台灣人做人類歷史 他沒錯的事情 就是他亂燒低階核廢 當他在 就是都不知道 台核電 他每年 就是台電 他每年是把低階核廢 所以低階核廢就超過100倍克 裝在桶子裡面 他每年是燒了幾千桶掉 而且他們燃燒比例最可能 他們是100桶燒成一桶 那全世界最高 沒有人燒 亂燒燒成這個程度 那低階核廢就是拿到的蘭嶼 讓小孩子自癌那種東西 那你知道燃燒是最容易擴散輻射物質 然後去過過日本玩的朋友 就知道 日本每年821 他們會在山上燒一個大文字 然後叫送火 因為就是為那一年死掉的人 就是安撫他心裡 把他送走 永遠把他送走 然後311那一年 他們為了要安撫311的亡靈 因為死了很多人 所以他們就把那個災區 有一些松木要拿來 那種京都的燒 京都從那年4月一直炒到8月 我剛好8月15日在半斤 他們在炒 這炒到最後是煤燒 那煤燒就 煤燒 因為燃燒最老一酷十二五指 他們只是幾塊松木都不讓人家燒 我還想到那個 台電他們有叫美其名 叫減農中心 減少容量 就是燒 他們就是燒 而且他們燒的那個燃燒基準 我如果聽說 大概也是日本的那種 不要十倍或百倍 他們一下子就少了 就很寬鬆的兩三一兩個零 他們根本不在乎的 所以非常可怕 他們亂燒 然後他們也說 他這樣亂燒 結果 袁恩惠也說 這是台灣之光 他們燒的是全世界最會燒的 我說這個是很可惡 也是被我罵 他們就趕快去刪掉 我覺得很生氣很生氣 這種事情 他怎麼可以對台人做這種 就是都是人類史上 沒做過的事情 最主要是 我們根本不需要核電 我們就是不要不要被人 我們沒有趕快發展綠電 那可是因為他沒有辦法跟那個 太陽沒有辦法跟海洋沒有辦法跟風 收取回扣 所以他就不發展 事實上你只要花那錢 你要解決像 德國 美國都是用綠電 來解決年輕人的就業問題 你去搞綠電 搞綠建築 搞他們 就可以開發很多新的就業機會 可是因為他們 他們其實也是可能可以貪 可是要重新洗牌 比較費力 所以他們就用一個老的體制 舉行貪汙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可惡 你知道核是非常非常可怕 那我就說過那個 就是核電廠 不是那個 有一個叫局地洋一的 那個就是核電工程師 日本人他是建廠 福島合一第六號機的建廠總監 他就很懂核電 他建廠的那五六年 全部都每天24小時 都常對一個建廠的細節過程 從零到最後完成 他都非常知道 那他就 2005年他到台灣來 然後他就去看參觀核市 然後核市就讓他打那個 就是 他打分吧 他就說他打三分 那大家知道 這不是一百分三分 是十分裡面的三分 他就是因為 他說應該是零分 那因為給他嘛 所以就是說你看 這樣一個零分的一個核電廠 我們為什麼還要去 就還要想要去用它 我覺得非常非常生氣 就不能再用的東西 他們還一定要用 然後就是說 這些危險 都是我們大家一直在承擔 台灣根本完全不需要嘛 所以就一定不要 就是說不能再繼續去 呃 繼續去承受這個危險 而且我常常覺得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跑到佔任前面 用廢核賽跟時間競賽 要是我們不趕快把它廢掉的話 台任就會用核電把 把台灣廢掉了 所以就很希望就是說 至少308要站出來 你要給他知道 就是說我們在想什麼 我們是不要核電的喔 一定要讓他知道 那我覺得去年很可惜 因為去年當初我們 其實後來評估大概 其實有30萬人喔 那雖然說是20萬人 我們那時候說20萬人 2萬人發表20萬人 我們自己都好高興喔 可是後來從那個 他們說從空中照片看 其實根本不止 因為完全沒辦法進入 當然台北市可能都已經超高興 那連那個中部南部 當然更是不止喔 可是很可惜 就是說我們那時候 不知道原來 後來就被那個 洪正秋把我們的光環採標 可是那很偉大 因為那是台灣 近年來第一次 不會難率那麼高的 那麼多人喔 這不是因為只是 單純的一個本土意識 是愛這塊土地 然後還想繼續活下去 那很多人說 為什麼寫情色文章 還要寫這個 就是說還寫這種東西喔 那我是覺得這是我們的基本生存權 那本來是對於那種 所有東西看好 我們都是中立 我們家最不喜歡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 就是強迫別人做什麼事情喔 那我們加上那個 我先生因為他自己不抽汗 所以他唯一的功勞 功能 在我們家唯一的功能 就是帶大家出去吃飯喔 那所以 那像我們從來不強迫 我覺得那個 外遇也是 沒有什麼好或壞的問題喔 因為日本人就說 外遇很像在 融解電策 被炸一腳一樣 可能發生的喔 所以我對那種事情 完全看法都是相對 不會要求人家 可是只有核電 絕對是罪惡的 是不對 是不道德喔 那像羅英台他寫的 他那時候為了討好 他還說他自己是 曾經當過的 我媳婦但現在離婚了喔 然後就是 他還在那邊說 他說你看德國 什麼很貴啊 什麼德國用電 什麼很貴 欸拜託德國 我是現在才很貴 德國是在他廢核之前 用電就台灣四倍 所以你要不要跟德國一樣啊 你的電話就變四倍啊 他們是以前就是四倍 是因為他們設定的問題 設定的狀態 並不是說他現在才變四倍 而且太陽能 你看已經開始會變很低了喔 已經到了黃金礁 他叫 價格的時候了 是一個很便宜的東西 他可以去做 我們生產非常多太陽光年版 可是我們自己都完全沒用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不甘願 那我很希望就是說 今年一定要出來 那今年大家都知道 他有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他想要 就是造成基層的事實喔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做這件事 那很多人說 欸我們做什麼 你聽說已經開始試音樂了 對啊沒有他呢 他現在很可怕 他是說 他說他開始試運轉 他說我現在安檢部分也是試運轉 那他都不用申請 就表示說 他什麼都算是試運轉 他現在安檢的部分也算是試運轉 所以他將來如果再走下去 他也不用報告 他全部都算在 他全部都算是試運轉 他現在是安檢 然後安檢算是試運轉 所以他將來不管是去插當去點檔 他也都算是試運轉 可是我覺得那個真能核電是一個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喔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去阻止 你也可以選擇 他是這個 他已經選擇了